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透过很多的讨论 帮台湾建构起一套更为实质有效 而且可以振作更多的陷入在高风险家庭当中 不管是大人还是儿童 能够把这个共同的社会的支援体系把它建立起来 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 就是其实社工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我一开始也跟我们的资深社工会议讲过 事实上有很多的社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就像是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他在过去这么些年来已经帮助很多的家庭 那么拯救了多少的儿童 这种功劳我们是不可以去埋没他的 可是呢我们要更好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要求我们的社工 他们的警觉性也好 在职训练也好 还有就是人数 人数太少的时候 一个人到底要处理多少案件 就是神仙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24小时不睡觉 专门来追踪这些家庭 所以如此去要求社工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要挑战一下我们局长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看看我这边有一个表 台湾的这个社工服务人数的比例 台湾是一比一万一千人 那么我们如果以我们邻近的日本 跟香港做例子的话 日本是一比四千 香港是一比三千 我们是明显的社工不足 甚至有些县市 据我了解是新竹县市 是一比十万人 这样子的社工的人员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 这个高风险家庭的控管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社会援助体系呢 是的确从这个数据看起来 我们的第一线的这个基层社工非常的辛苦 不单是承受了这样的案件的压力 也承受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量的负荷 那的确在这个社工人力部分 其实早在两三年前 我们也就发现这些问题 过去以儿童局来说 我们近五年 每一年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公务预算 还有我们的社福补助 以及甚至是近几年的工采回馈金 我们平均一年光是儿童局 补助给县市政府将近有一千人的社工 也就是说补助给县市政府 或者是协助县市政府处理这个儿童的个案 的这个民间团体的一些社工人力 将近高达一千八百九十四人每年平均 那除了我们儿童局的社工之外 还有社会司补助的 但更重要的是 其实县市政府的社工是第一层基层的社工 那这个用人权呢 坦白讲县市政府的首长 各县市政府的县长 所以是各县市首长 他们自己可以决定 他的用人权 那你说有些人他不把这个钱拿去请社工 每年的统筹分配 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你们要去追踪这个前面 用在增加社工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每年两年一度的社福考核 特别有一项叫社工专业 社会工作这个包括社工人力的比例 都有评分 而真的九十八年走全国二十五个县市 评比下来 只有四个县市是乙等 还没有假等 更不要讲U等 对 只有乙等 其他都是丙等 包装 其他是丙 其他都是丙 丙 丙 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的 是 所以从这个比例看起来 就是说我们能够拿出来的 政府能够拿出来 特别是内政部能够拿出来的 这个我们说的棒子 就大概就是这个评鉴 那当然我们也透过像类似的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会 这个座谈会或者是节目 来呼吁 其实这是一个全民 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 来给政府 给县市首长 大家都给他压力 希望能够有钱的出钱 这个压力应该够大了吧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曹小妹妹死掉 这个压力还不够大吧 如果政府再不雷厉风险 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措施 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真的就没救了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我们的 每年的这个补助之外呢 那的确我们也有一个四年的一个人力精进计划 在这个我们的从那个人口数来来做一些调配 那目前大概不足大约是一千多人 还不够 就全国不足一千多人 当然这一千多人也是分阶段来禁用 那这个部分目前在行政院也做过讨论 可能还需要跟县市做一些这个讨论 到底县市可以帮忙多少 中央可以不足的部分 中央可以抑住多少的资源 我想这个部分是已经有一个建构 一个社工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计划在这个地方 可是另外一个我想更重要的可能就是 社工他们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一种在职训练 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资深社工这个会议 以平均来讲的话 一个社工他大概要处理多少的案件 就台北市来讲 就是家暴中心 我们大概一个社工平均是42个案子 一个社工手上要有42个案子 这个是条件比较好的 所谓条件比较好的是什么意思 台北市资源比较多才是一边人 那如果在这个相对这个条件比较差的县市 一个人大概有这种到100多件 那一个人要处理100多件 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品质 以及他如何去follow up这个案子 当然就很不理想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社工其实是一个手工业 他就是一定是要一个一个去处理 而且是人的处理 因为人有很多的状况 然后他又要很多的判断 那个判断不纯然只是判断而已 他还要有人生的经验 因为你服务的对象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如果是说你的经验又不足于他 他会觉得你干嘛 你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我 你怎么来说服我 我问你我丢出我几个人生的问题给你 你都没有办法帮我解决 我能够对你这个社工期待什么 所以社工其实本身他整个在职训练 他的人生的经验是非常重要 那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社工员呢 在台北市的话 基本上我们其实是他就是 我们是聘请的是有关社工相关的科系 那当然就我们中心来讲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公务人员进来的 他需要经过高考或是普考 那他是考社会行政或社会工作 那我们有一些是他是社工师法 因为有取了社工师的执照之后 他有一个高考的资格 那他就可以成为社工师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约聘雇的人员 那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工作员是约聘雇的 所以那一个薪资的确跟一般的公务人员 其实是有差别的 他并不是一个永久保障的行业 所以对于这些社工 我觉得很心疼也在这里 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的loading很大 但是呢他的薪水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 没有错 然后另外一个是外界对他的期待非常的高 他会觉得说只要社工出嘛 然后呢所有都可以解决 那大家就说 或者一出了社工那就指责社工 全部都是社工的错 所以这个情何以堪 当然也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广告后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 那么当然了 台湾的这个社会福利支援系统 如果要更加提升的话 对于社工给予的 不管是薪资 或者是各方面的在职训练 当然就要更加进一步的来改善它 另外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做到哪一些力量 来拯救一条 可能他已经陷入危机的生命呢 马上再回来挑战面对面 对面